歡迎收看金融貓盾的節目 好 那麼今天週末 那麼今天呢 來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當然今天指數長得還滿多的 好 我們現在今天指數 今天是A開高間指數大漲 那麼當然今天指數收盤的時候 今天是漲了221點 那在10597點做收 好 成交量是今天到2309億的成交量 那今天的盤呢 大概幾個重點 好 第一個指數大漲 台積電當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 今天的台積電呢 那麼開高走高 今天是大漲了20塊錢做收 那麼台積電今天的量也放出來 115957張的成交量 那比昨天的成交量呢 是多了一倍以上的成交量 好 所以當然台積電大漲當然也是應該的 因為本來這個基本上 第一季的財報 第二季的數字都是由於預期 那再來對產業的展望也是由於預期 好 所以台積電今天在美國 昨天晚上就大漲了 好 那今天台積電當然直接就應聲往上 那麼指數今天也帶動大漲 好 不過這是OTC 那OTC今天就比較弱一點 今天OTC開高以後 收盤的時候今天就只有在平盤附近了 好 所以今天的盤是指數漲很多 台積電也大漲 但是很多股票今天倒是震盪很大 所以這是今天盤面的一個現象 好 那當然原因就是說 一方面指數漲得多 然後再來今天量也比較大 好 所以今天應該很多短線客 有一些短線的今天早上 那麼有一些獲利出場 所以當然今天中小型股很多就拉回 好 不過其實今天量 應該這樣講 因為台積電就放量放得大 所以今天量很多都台積電貢減的 因為台積電自己的量就增加了一倍 對不對 來看看這是今天台積電了 所以今天量其實從這裡來的 好 所以今天成交量 我認為其實還OK 因為它有點是一段一段的往上 對不對 那一段一段的往上 昨天震盪的時候量縮 那今天上來就放量 那放量其實在今天早盤的時候 因為預估量是比這個要大滿多的 所以早上是到了3000多億的成交量 所以很多短線客今天很多人就胡亂賣了 不過這樣說好了 台積電講的東西其實還滿好的 我覺得講的東西最重要也不在數字 最重要是對後面的展望 對不對 尤其是講到5G的展望 HPC的展望 這一些 簡單來講電子後面的趨勢沒有變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那我覺得 其實它整體來說 是告訴你印證一件事 它印證的事情跟美國走的走勢也很像 對不對 美國什麼強 美國就是科技股強 而且科技股是一個接一個創新高 對不對 亞馬遜創新高 那麼Netflix也創新高 那AMD也超級強 對不對 最近年比較弱的一些 郭伯瓦等等之類的 手機相關的那一些上來 所以其實美國科技股它創新高 已經不是這一兩天的事情了 對 它是連續的創新高 那你看到科技股指數還沒有創新高 但是代表將來那些趨勢都在創新高 而且一個接一個創新高 那昨天台積電講的重點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印證這件事 就是告訴你說後面的這些東西都持續要做 那疫情其實對這些東西 把它是加速它的需求 對不對 讓它更重要 所以才會美國那些股票都非常非常強勢 那台積電講的也是這樣 那5G一樣是非常看好 對不對 也沒有遞延 那再來新的東西也沒有遞延 所以資本支出也沒下修 這表示其實疫情把它讓其他東西更加速了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台積電講的最重要的東西 那因此今天 其實現在蠻多股票開高走低的 那麼很多都是短線客所為 那我覺得下禮拜可能就反過來了 對不對 因為台積電講的東西 其實跟美國股市告訴你的東西 那一些幾個裡面所出來漲方都是一致的 它跟你講的是後面對不對 電子號 尤其是將來那幾個趨勢的股票 後面還是往上 那所以今天有一些開高走低的 我想下禮拜大概就回來了 下禮拜就轉過來了 下禮拜指數不會漲那麼多 但是反過來 就變成下禮拜可能是個股 今天有一些開高走低下來 下禮拜就是可以低走高上去 剛好顛倒 因為那整個將來的方向都沒變嘛 對 都沒變的時候 其實不會走台積電好對不對 那只是說大家會輪動嘛 那早上其實很多人是因為看到 早上說預估量三千多億的時候 有點嚇到人 不過量還是說得很漂亮 說到兩千三我覺得蠻OK啊 因為台積電今天自己量就放一倍以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股票下禮拜 就跑會賺錢的機會 因為不管怎麼說 這就是一個往上的趨勢沒變嘛 是不是 就一個往上的趨勢 有沒有 那它不一定每天都大漲 但它就一階一階漲 對不對 這種走勢就是這樣 一階一階一階在漲 所以下禮拜 我想指數不會漲這麼快 但是個股 今天拉回來以後 很多股票你就可以找機會了 是不是 因為那些趨勢都存在 那當然裡面不會只有一檔股票好 好 所以先來談談產業好了 被動元件我覺得是 下禮拜最值得注意的族群 因為整體來說 就跟台積電講的其實也是一致的 對不對 因為那些東西就是 需求都上來 對不對 因為NB啊 PC啊這些 那些很久很久沒有看到的那種 換機槽反而出來了 之前還沒換機槽啊 才經濟法把換機槽帶出來了 這個是加分另外的東西 那麼下半年手機大家也沒遞言 對不對 一樣照做 5G基地台也照做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有些零組件是受惠大 那零組件受惠大不大 當然跟供需有關 那供給跟需求 比較起來的話被動元件就很吃緊 因為去年前年被動元件沒有好嘛 對不對 沒有好當然就沒有人擴場 那所以它的供給其實是 沒有什麼增加 但今年需求增加多了 對 剛剛講到PCNB 這個已經在讓他們現在看到 在創新高等有一些營修獲利在網上的 這個在這裡的刺激啊 就單單是PCNB就已經 那他們三元營修都蠻強 那第二季開始的話當然再加上別的 然後還加上5G基地台其實用量也是大增 所以被動元件下禮拜要特別留意了 好 那國劇先來看看在昨天的時候 來 昨天是網上 那麼這個全世界真的只剩幾家了 好 然後再來 電主 那國劇全球第一 那MLCC是全球第三 下半年把金美病進來之後 就會再加上車友的東西 好 所以獲利等於是多的直接加上來的 好 所以第一季其實就5塊多的獲利 那第二季就有機會去看8塊錢了 其實獲利增加速度會非常快 而且第二季不管是電主還是MLCC都會漲價 兩個都漲價 所以這一塊是第二季漲價效應最強的 漲價效應的股票其實是最容易賺錢 好 那麼這兩天稍微震盪一下下 那我想下禮拜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它發GDR之後難免有一點點的套利 但是其實那種套利 人家一開始早就已經可以套了 所以其實一開始第一天就開始了 所以這個大概就反應到這兩天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接下來反應完以後再來了 那個套利是短線的 那真正的產業區是長線 所以後面還是要漲 也就是說下禮拜就準備 其實它也震盪了好幾天 它震盪好幾天之後 再上來衝出去就是一大端了 我們來看一下K線好了 好 你看它的K線其實 這三天就會在套利 那其實套利 因為他們一開始就可以套了 然後不用等到最後才套 他們其實馬上就可以套了 所以這兩天套完之後再來 脫離這個盤展區上去 上去以後就準備要挑戰前面高點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底型 這底型就出來了 那你至少是翻一倍 那你等幅翻上去的話到哪 其實那空間很大 對不對 那重點是 反正四月零收是好的 第二季其實也是好的 那四月零收是比三月是鐵定成長 那第二季獲利會成長更多 對 我剛剛已經講到數值了 第二季就是獲利成長很多 因為漲價效應加起來的時候 都是很大的 那個EPS成長都很大 所以下禮拜就鎖定 我覺得以族群來說的話 被動元件會是下禮拜最大的亮點 那而且四月份你就等著利多吧 反正四月份應該利多 還會一個接一個出來 那華新科有沒有 當然完全就是滿載 完全滿載了 第二季開始就供不應求 那新手機現在就已經開始下單了 所以第三季的訂單也來了 好 所以這塊 那麼也是下禮拜也是直接就上去了 因為他們的BB值都很高 就訂單出貨比這次已經拉得非常的大了 好 那麼今天稍微拉回一下 那拉回一下一樣就是找買點 好 因為這種上去都是一大段的 那這種股票其實它不是每天都 不會每天都漲 但漲完會休息一下 那通常就是行進間換手 換手完以後會再上 這其實是算是長線抵擋 真是算長線抵擋 因為去年他們就是 去年沒有特別的 整個需求沒有上來嘛 那所以擴廠也少了 所以長線的機期是非常非常低 但重點就是說 現在真的是公務區越來越吃驚 而且日本也完全沒有要回來做這些東西的意願 目前看起來都沒有 好 所以我想現在才四月才剛開始 今天才月中而已嘛 那大概接下來你大概很快就會再看到其他利多了 對不對 漲價利多這個是一定要來的 MLCC也一樣會漲 兩個也是都漲價 那電儲更不用說了 電儲已經開始漲價了 不過效應在第二季會強力顯現 三月還沒有這麼多 對不對 不過雖然三月還沒有這麼多 但是大億的獲利已經衝上去了 三月的單月EPS已經到0.56 好 所以這幾乎就是 已經賺盈去年第四季整季的獲利 那麼第二季效應會強力顯現 因為三月份它不是足足的整季漲價 懂這意思嗎 它不是足足整季漲價 所以它三月效應還沒那麼強 即便沒那麼強獲利就已經跳了 就已經又跳了 那最後淨利率跳得更快 所以我說為什麼以前說 漲價效應是最好轉 那個淨利率跳的速度 就直接從6.09跳到16.2 這一拉就是10個百分點 而且三月還不是整季 還不是整個月都這樣漲 所以第二季才是真正效應最明顯的時候 要強力顯現的時候 那所以接下來會看到就是 銀售往上來獲利往上來 EPS跳增 好 那個一定跳很快 這其實就一再說 漲價股票是最好賺的 那麼這個族群有量有價 那麼是最容易賺錢 而且很適合給你直接一大段的操作 對不對 因為那個真的賺起來一大段都賺得非常快 那我剛剛已經有講到國際線型 對不對 國際等幅算上去就夠大了 你不要講說長線的位置 長線的位置的話 那當然那是非常驚人 但是你就算是就短線來看 那個底翻上去 上去就已經夠大了 對不對 基本上面來講 這底型就是很清楚 那這是不是一個突破 對不對 突破以後其實是非常強勢的 非常強勢的整理 那這三天你讓它消化一下 消化一下之後再來就上去 那再上去之後 這裡也不會是什麼壓力 這裡其實大概也不是什麼壓力 因為你這裡上去的時候 位置就很高 很強 你看它走上來的時候有沒有 它其實已經 它其實已經把這個 前面已經開始在補了 那補掉這個缺口之後 這個底就是成立的 成立以後再怎樣 成立以後你當然就是翻一倍 那華興科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那華興科資源營收也會非常好 資源營收也非常強 那麼 因為兩個都漲價嘛 對不對 電主漲價 MCC也漲價 兩個都漲價的時候 當然營收會上來更快 那到第三季的話 現在訂單能見率會高 所以這應該是整個族群裡面最強的 好那當然電主有兩檔 另外一檔是這一檔 二十幾塊錢而已 好 所以二十幾塊錢的股票你要知道 一旦開始漲價之後 那個獲利往上就會翻轉 往上就會翻轉 對不對 那獲利上來跳的速度就很快 這就是說低價的好處 對不對 因為你低價的股票 你只要稍微毛利一上來 那個整個獲利就不一樣 那獲利不一樣的時候 平價就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這種低檔的大轉機最好賺 為什麼低價大轉機股 很容易在景氣一好的時候 那個很容易會飆 就是這個道理嗎 因為你只要一般上來 一點點毛利率 獲利就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族群 是下禮拜最值得注意的 反正呢 基本上面現在的話 這個整個族群就是 第二季你就看漲價效應 那漲價效應 現在才剛開始了 那所以後面營收獲利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最值得注意 接下來最值得注意 就這個族群 這個族群其實也蠻好的 因為這個族群有量又有價 所以可以讓很多好朋友 好好的一起賺錢 好 所以就把握 這個禮拜當然今天已經週末了 那下禮拜的話呢 就回到個股了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今天 台積電往上 然後其他中小型休息 那下禮拜 其實台積電也不會每天都這樣子 講實在話也是這樣子 所以下禮拜應該就 台積電要再上來一下 然後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以後 再來就換其他人 因為產業好 又不會只有一個好 好 所以要把握下禮拜的機會了 那麼 要注意什麼呢 跟怎麼操作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跟大家說 待會兒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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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財經第一台 週一至週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鎖定非凡商業台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所以接下来就是把握好的股票 那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说在还没有起涨的时候 是最好的时候 那再来的话 当然股票终究会反映它的获利 所以那么在它物超所值的时候 那么其实你应该要先买好 那当然这个会讲到产业 会讲到个股 会讲到获利 会讲到毛利 这个因素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很难就是说 一次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很简单的一次话都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有些股票 其实就是说你买在 很漂亮的位置的话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好我们先来看看 那博智礼拜三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那礼拜四的时候 直接上去就创新高了 好那当然今天早上 其实也是创新高 那创新高之后稍微拉回一下 不过以获利来说的话 那大概短暂换个手之后 还是要往上 因为其实你看看相关族群里面 那其实本益比是相当低 因为这块今天还是大成长 而且第二季也是继续上 也就是说 接下来其实不久之后 我想当然现在四月中 那接下来会反映四月的营收 那四月的营收 再来就反映第一季的财报 好所以其实那么像这样 第二季继续往上 然后第一季财报又很漂亮的 好还是一样要涨 那短线换个手之后 一样要创新高 其实就是还是买好股票 因为买好股票 其实绝对不吃亏 而且事前先买好的话 就可以轻松赚 来好展第二季的话 营收跟获利都开始爆发 那获利的话会上来非常多 当然营收上来幅度也非常大 不过我觉得跟营收比较起来 获利上来的幅度会更大 好因为获利是好几倍的成长 好几倍的成长 所以第二季的EPS会非常非常高 那以下的股价来说 其实也是低过 而且订单年间度 其实已经直接拉到九月去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好股票 好那好股票只是说 你买在什么时候吗 你如果先买好的话 就轻轻松松的就上去了 对不对 买好之后就算涨停 那再来震荡一下其实也OK 因为反正也是一样会继续上 也是一样会涨 所以就回到之前讲的东西 好股票就锁定就对了 那接下来的话什么股票 其实这讲很多次了 对不对 最会涨的股票 一定会喷出去的股票就是这种 物超所值的 对不对 本益比相对是低 然后数字又好 这个其实就是 连着你现在看到是这样 通常过一小段时间再看就不一样 它很自然就会拉到很正常的数字 那它拉到合理的本益比的时候 那你10倍到15倍多少 那就是5成 10倍到20倍呢 那就是涨一倍 所以股票会喷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当然我跟你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它还在低 那低的时候 当然你不是等到全市场都在讲 全市场都知道的时候再说 对不对 所以都满在前面 那因为这种 如果你趋势对数字又好 对不对 那它自然就是 它其实自然就会反应 所以你看到那个 它只是还没起涨的时候 那通常就是一小段时间回去以后 你看就不一样 那个时候它就回到一个 应该有的很一比 对不对 那空间就大 所以事实上现在要做什么 我上次就讲说 我觉得现在其实不是 很注意要去看指数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上次就讲过这个 对不对 因为这个你其实 这缺口是不是补了 对不对 它是补了 那它补了意思告诉你什么 这一段是恐慌的 那恐慌的它已经换手掉了 所以今天出量我觉得OK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有效要占上这个 你有效要占上这个 你不能多这种量 所以它一定就是 一波一波一波的量 就是上涨的量 是一波比一波长 对不对 一直往上增加嘛 那拉回都是量缩嘛 那因为你过了这个 正式上这个再往上 你一定要出量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有些 股票开高走低 我觉得 就大家太 好像是有点过头 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那个是用 在这里的时候 的那种思维去看 你才会觉得是那样嘛 对不对 因为你当时在跌的时候的思维 就是涨的时候不能出量嘛 那个是那种思维 但是现在局势已经不一样了嘛 这个向上轨道没变嘛 所以我那时候说 五日前没跌破之前 你根本不用预设立场 对不对 那缺口补锐告诉你什么 就告诉你这一段恐慌换手 它就换掉了嘛 换掉之后它就回到原来轨道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用长一点来看的话 来这个是不是 就是当时高点在这里嘛 那这一段跌什么 这一段是不是跌肺炎 就是跌肺炎嘛 那如果没有肺炎就没有这一段 简单讲就是这样嘛 那你现在肺炎还没有完全解除 但是大家都陆陆续续要解禁了 所以你谈回到这里是正常嘛 那以后你说如果说事情都过去了 那真的控制住呢 那控制住那可能回到前面高点 所以你说这里有很过分嘛 那你不能用前面在跌的时候 那个思维去想 所以今天我觉得它有些中小型股 就像OTC今天那个 那个是有点跌过头 那个就是大家一股脑的 今天很多人就先出 那下礼拜我觉得还是要涨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回到 网上的回到 就不是用那种 在跌的那个思维去看 那当然有时候 不过它顺手换一下也好啦 反正市场常常都是这样嘛 你换完手后 筹码干净了以后上来就更快 对不对 好 那就讲到另外一个地方 回来看重点 那刚刚讲的是说 还是这种股票 这种绝对是会标的啦 这个就是一定会标啦 那再来新题材是你要掌握的嘛 所以我就说要更好嘛 那当然这个礼拜 因为今天已经说礼拜五啦 所以来下礼拜就一起来把握了 其实四月份到今天 好像也没几个交易日耶 对不对 虽然今天是17号啦 不过你要扣掉前面放假 等等之类的 我们其实好像也没几个交易日啦 但是四月份其实也是标股一档接一档 来我们来看看 我刚刚讲的逻辑就这个逻辑啦 这个是本益比低的时候嘛 对不对 93块94块的时候 对不对 本益比是真的低啦 就是本益比就只有11倍左右 对不对 那后来你这个就很自然上去嘛 那上去以后来我们华庆就是一路赚嘛 那当然我现在不是叫你去买啦 因为这个就是一路算上来 对不对 一路往上 那么接下来就涨停噴出 那噴出以后有没有 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之后 然后创新高 对不对 这个是已经放口袋里了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不是说 现在要你去买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 物超所值 它就一定会涨 所以90几块的时候 它就是会涨 它就是会涨 其实你根本不用想太多 你想太多你想不完 对不对 你就直接去把握真的物超所值 它就会大涨的股票 那你买了之后就轻松转了 那到相对高档 我自然会带你出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么多 你根本不用想太多 对不对 那我说下个礼拜要做什么 下礼拜还是这个逻辑 对不对 下礼拜还是一样 基本上你就是把握下礼拜的标股 对不对 因为今天我觉得很多股票拉回是好事 那下礼拜一再震荡一下 就是买一点了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思维已经转了 你现在不是那个时候 恐慌性的思维 因为你接下来就会看到其他的刺激方案 其实还会出来 然后你会看到慢慢的解禁 慢慢的解禁之后 那么后面是不是就大于现在 对不对 那后面会越来越大于现在 虽然不是一次到位 但是越来越大于现在的时候 那么它就慢慢恢复 那如果真的完全恢复 那就重回高点了 所以你觉得 这个时候震荡是不是要把握机会 好所以下礼拜的话就直接 来把握赶快跟上来吧 因为有时候 为什么说要跟上 你没有跟上你的买一点差很多 对不对 买一点差很多 自然就会影响到你的操作 对不对 包括买点包括卖点都一样 所以呢新标股 来我们体验价 因为昨天说就只有开放两天 那确实就是开放两天 那意思就是今天也就是最后一天 好所以呢 当然用体验价 你直接来把握 下礼拜就直接跟上来操作 那新的标股 当然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新标股 那么可以让你直接赚钱的 那么我们的体验价 今天最后一天 所以呢 等一下跟我们线上的处理联络 那下礼拜就没有了 自己好好把握吧 等一下就电话 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